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宫里的 如果你要不愿意跟着我呢 我也就不愿意见你了 你也罢 兄弟愿意陪大哥 共同生死 太豪华了 你怎么可以知乎圣上的名字 没事儿 他是哥们儿 没想到 你就是皇上 真是没想到 您住这地方可太豪华了 上次我给你那块玉盘好不好用 还行吧 就是吧 最近有没有在去看山景啊 没有 如果去的话记得要找我啊 好好好 切放听风 有官做了 嘿嘿嘿 嗯嗯嗯 臣在 朕封你为九门提督 加 总督贤 臣 谢主 勇安 慢着皇上 九门提督一直一向有满人担任 如果唯以谢放此职 孔有为祖宗一训 而且这谢放出身陆林 担这么大责任 哎呦 孔有不妥啊 是啊万岁爷 李大人所言极是 请万岁爷三次 请万岁爷 哎呦 修得多言 真意已绝 就这么定了 这这这 谢放 先退下 废大人到 启禀皇上 废大人到 好宣他进来 船 微臣叩见皇上 微臣有要事禀报 平身 谢皇上 皇上 两个月前 吴三桂在咸阳病死 他的孙子吴氏攀继位 假借发丧之际 其实是调兵袭击我 颠前想恶 皇上 请允许臣 带兵前去抵挡 这个吴氏攀真是胆大妄为 废阳谷听命 臣在 朕命你带三十万大军 围剿吴氏攀 臣遵旨 谢放 听令 臣 也在 朕命你辅佐废阳谷 围剿吴氏攀 如若不成 提头来见 臣遵旨 洛宏本是无情物 你又何必如此伤感呢 多情自顾空遗恨 好梦醒来醉一行 荣若 记下师父这番好话 弟子记住了 师父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荣若 此番已浪迹天涯 他便自号 愣驾山人 为师已派人 将愣驾山人的名字四处宣扬 如若 以后 吟师赴词 便可以 愣驾山人 而落笔 师父 弟子明白 好 好啊 去吧 好啊 好啊 好 来吧 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将军 这一仗我们没有绝对的胜算 大将军 我们是长途奔袭而来 人困马乏 刚刚买一锅做饭就遇到敌人的攻击 我们还能够打胜 这分明就是敌人的阴谋 谢将军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末将以为我军应该后退实力 安营扎寨 做好防备工作 等到明日我们休整过来再做打算 那你说再做什么打算 末将以为 反正现在我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不过我劝大将军还是把何将军撤回来 这样起码可以减少我们兄弟的伤亡啊 行了 谢方 你是看我把何德苗派去指挥打仗 你心里不服气啊 报告 报告大将军 怎么样 来了 告诉他 全奸敌军 全军覆没 将军 我说什么来着 全军覆没 你说什么 何将军率领前锋 跟踪敌人 陷入重围 三万大军 全军覆没 何德苗 何将军呢 前锋营陷入重围 四面渐如雨下 根本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属下也是从死人队里爬出来的 好 你赶快传令下去 让所有人戒备 一方无视潘 前来接应 去了 是 三万 三万弟兄啊 这个费阳谷 执意出兵 导致三万先锋大军 全军覆没 慌然息怒 这可能是先锋官错误造成的 是 是 是 不必读说 废阳谷不听谢放劝阻 贸然出兵 导致损失惨重 朕决定把他换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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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谢放率领三军征讨叛贼 皇上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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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朕义已决 大将军 大将军 大事不好 今日一早 吴史潘秦率三十万大军倾巢而出 直奔我营杀卧来了 什么 为什么现在才报 昨夜 反贼趁夜色调集兵马 移动到西南五十里的地方 天明发起总攻 势如破竹啊 传令下去 将所有将士 从左到右 将敌人拦腰斩断 在跟敌人作战的时候 在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一举歼歼命 去吧 是 大将军 不是潘这个狗贼 这次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永远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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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跑 报 将军 吴氏潘这狗在杀了 不是 是不是我军伤亡很大 不是 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是 吴氏潘三十万大军快逃了 三十万大军快逃了 是 是不是传令官说错了 没有 他们现在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是我哪个部队所为 我军没有任何部队出击 没有部队出击 是 不对呀 如果他将我们包围起来 一定有一场恶斗 也许我们会打输 为什么会跑呢 奇怪了 这吴氏潘搞什么鬼 也许他的家里人已经死了 他赶过去奔仨 不能够 对了 也许是他妈要改嫁 所以他要急着回去喝喜酒 有可能 殿家 我要走了 结账 来了 公子啊 急着赶路啊 怎么也不多住些日子 在下有要事在身 不便久留 殿家 结账吧 公子这剑 看上去 这不错 殿家 这剑出鞘 是要伤人的 哼 轻什么血 算账就算账 别怕谁啊 亚三四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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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百六十两 这么贵啊 难道你是抢匪吗 当然了 没钱你也敢来住店 没钱你也敢来住店 留搜 我再说一句 老板娘 这个愣家山人 在此处是否有名啊 那是当然了 他是奴家的偶像 在此地呀 他的诗词卖得最火 奴家身上就有他的一本诗集 太好了 在下便是愣家山人 什么 你就是愣家山人 不相信吗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好不好啊 我画画给你抵账 好不好 老板娘 我要送了 回去吧 要送的 老板娘 这幅画 你可得好好保存 多谢公子 我一定会好好保存它的 以后你可要常来 我分文部曲 这叫名人笑意嘛 那我就多谢老板娘了 记得常来啊 那我就走了 好 记得常来啊 再见 好漂亮啊 发财了发财了 明年笑意明天笑意嘛 还蹦字啊 出租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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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挺新鲜的 去防山需要多少银子啊 公子 公子 我这十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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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八两银子 七两银子 七两七两 我这六两 七两银子 就撞死了 对呀 撞死了 喂 什么是黑车 这 没牌照 没驾照 没交养炉费 还有这个 没保险 这种车你也敢坐呀 那你的车呢 五丈齐全 真的是马车 出租管理处盖的章啊 你这车 从这儿到杭州 需要多少钱啊 打表啊 打表 公子孤陋寡完了不是 现在的出租车 都打表 十文钱起步 二里一蹦字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 黑你的钱 这真是山中才一日 世上已半年啊 你这车快不快 十成高速 那好 那这过路费过桥费 你付 好嘞 客官 里面请里面请 八折优惠 八折优惠 奇了怪了 以前那么多冤大头找来 现在来谁都不来了 这个死人 客官 里面请五折优惠 五折优惠 给我站住 给我进来 为什么不吃饭 大姐 你这是先招谁来吃饭 什么解散 谁是解散 女子扶树盖 不就是一个尖字吗 对啊 太口立于山字 立于山字之上 这不就是一个伤字吗 明明就是尖伤嘛 走走走 别走 别走啊 龙家山 龙家山 想不到啊 真是想不到 坑西这老贼竟然派了三十万大军来围剿我 还好啊 我杀出了一条雪鹿来 太好了 停 姑娘 这车已经有人了 没看见 空车车灯灭了吗 我不管 现在这辆车是我的了 很变熟啊 在哪儿见过呢 不是不是 男公子林 男公子林 原来是你这辆公子的 想不到是你 想刺客 今天咱们一定要分出个胜负 没问题 今日定不会放过你这个亲犯 两个人怎么能停在天上呢 鬼 鬼 鬼啊 鬼啊 鬼 鬼啊 救命啊 有鬼啊 西南密报 又出什么怪事了 不会是吴氏潘自杀了吧 吴氏潘真的自杀了 不会吧 末将刚刚接到西南密报 吴氏潘在战场上打了败仗以后 一路赶回昆明 紧逼大门就自杀了 听说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女魔头显灵 导致吴氏潘中邪 磨上了 看起来和咱们没什么关系了 这仗打的 战报 上报兵部和皇上了吗 末将这就去办 不过 战报要如实上报吗 当然要如实上报了 我们总不能欺骗皇上吧 这个 可是这事说起来 谁会相信啊 说的也是啊 这事说起来我都不信啊 一个人带着三十万兵马 跑了好几百里地 跑到这又四三溃逃 又跑了好几百里地 跑回去自杀 本将军第一次 打了胜仗都这么郁闷 我们的兵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将军 巫师攀不是已经跑了吗 我们还要打 打你个头啊 我们去打兔子 是 你就别再狡辩了 为什么要跟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此闭关半年 在下并不知晓你在此闭关 只是路过而已 鬼话 想到你跟踪我半年之久 你真的误会了 这半年来 我在天台山学艺 如今七满下山 并非在此闭闭 我不信 你说你跟踪我半年 是不是暗命过来 惨了 没力气了 惨了 没力气了 姑娘 姑娘 臭小子 你还敢抱我 小心我杀了你 你没有体力了 根本杀不了我 我看今天晚上 咱们俩谁也走不了了 不如这样吧 先找一处地方 先找一处地方避避雨 你看怎么样 你想趁我睡着的时候逃跑吗 门都没有 我要是想走 你根本拦不住我 况且我也不想趁人之危 这样吧 但明天你恢复体力之后 你要想决斗的话 那我随时奉陪 走吧 我看今天晚上 我们只有在此过夜了 姑娘 你身体不舒服啊 来 我看一下 走开 啊 嗨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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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这是我煎的羊 来 把它喝了吧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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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 姑娘 你好点没有 你靠在我身上 你想干什么 姑娘 你听我解释啊 我昨天看你病很重 所以我就 姑娘 我并没有非果之意啊 喂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你说什么呀 你就承认了 反正这里又没有别人 你不要误会好不好 那为什么昨天晚上 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偷偷的抱我 那 那不是不一样吗 因为你生病了 所以我照顾你吗 我不信 不信 那我也没办法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喜欢你 不过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喜欢你 不过 咱们俩道不同 不相为谋 今天我受伤 尚需休养 无法抓你归案 你走吧 只是 只是你舍不得我 只是不要再去刺杀皇上 那是死罪 今天我无法抓你归案 倘若下一次 再落到我的手上 就不要怪在下 秉公办理 好 我就是要你秉公办理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皇帝我一定要杀 而且 还是在你保护的时候下手 姑娘 你这是何苦呢 你我无缘 何必强求 姑娘 我南宫子林 从来就是自己做主 哪怕是死 哪怕是粉身碎骨 我也在所不惜 请问贵姓大名 纳兰荣若 师父 徒弟认为 纳兰很快就会回来的 徒弟啊 你最爱读纳兰荣若的词 读一首给师父听好不好 好 一生一代 一双人 争教两处销魂 相思相忘 不相亲 天位水淳 将向南桥一起 夜城碧海南奔 相容相仿牛津 相对望贫 无名读佛 自古一代之星 必有博学红儒震起文韵 今无勇士扬起武功 大庆定定以来 崇儒众道 尚无尊勇 四海之广 岂无奇才一事 凡有学行兼忧 文词卓越之人 或金武强健之名 皆可为朝廷效力 今天是无遮大会 是刺杀皇上的好机会 而且我骑的马 是曾经得过沙哈拉比赛 第一名的纯种白马 足足可达三百公里 不过今天 大哥 走了 时间来不及了 给点面子好不好吗 快走了 驾 走了 驾 哪啊 到 门 好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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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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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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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达摩苏哈 满洲第一勇士 皇上有旨 能打我一拳者 四千种官衔 能替我一脚趾 自守未官职 如果将你打下来台呢 没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还没伤出来呢 小子 刚才的规矩都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不过我也有一个规矩 行了 你打擂台还有你的规矩 没错 你若打我一拳 我就认输 你若是踢我一脚 好 我就向你叩头认输 你竟然敢嘲笑 拳脚无眼 得罪了 好 一招制敌 我来考考你 请 我就不信我考不住你 可以 黄河的水要多少桶才能装完 简单 李大人用来打水的桶 像黄河一样大的话 那么黄河只有一桶水 如果桶有黄河的一半大 那么黄河就只有两桶水 不错 算你对 那我再问你 这天有多高 四百里 怎么说 游递上天 慢走四天 快走三天就到 六七天就跑个来回 怎么算法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 送造网页上天 腊月二十九 接回来 中间一来一回 按一半来算 就是四百里 算你行 那我再问你 这 长蛇 怎么分词 熊 简单 用软物向蛇脊开示 即若扭曲躁动 便是熊 不动便是词 真有你的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问 这 檀木 哪边是本 哪边是墨 这就更简单了 把它放到水里 沉下去的便是墨 行 有你的 回禀皇上 您所提的问题 他一一答对了 是墨 皇上有旨 蒙面少侠 坐姿一首 走 一生一代一双流 争较两处销魂 相思相忘不相亲 天为谁春 江向南桥一起绕城 碧海南奔 若容相仿引牛津 相对望平 好 好词啊 好 好词啊 真乃我大清朝第一词人 来 来人 臣在 快 把他请上了 臣遵之人 谢谢 谢谢 蒙面大侠 皇上有请 还请回禀皇上 启禀万岁 他 他不肯上来呀 不肯上来 那 他来这儿干什么 不行 臣再去问问 不用了 当年他刘备 三顾茅庐 留下了一个私贤若渴的圣贤之名 而今天朕 为什么不能借此机会 把天下众英雄揽入朕的怀抱呢 是是是是是是是 荣若 皇上 请恕奴才固怒玄虚之罪 回来就回来吧 还要让人亲自来迎接你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这回我又碰到那两个乞丐了 什么乞丐 皇上您忘了 当年您在酒楼 与风和尚打赌之事 你看看 朕差点就给忘了 那 其他那两个乞丐到哪儿去了 朕怎么没看见呢 书臣不能奉告 好啊 你不告诉朕 朕也不问 总之啊 朕今天是非常之开心啊 这样吧 朕 就封你为大内第一侍卫 谢皇上 那走 跟朕回宫去 最后 皇上 我们先走 我又失败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有我在 你刺杀不了皇上 我喜欢 不用追了 算你走得快 我已发过誓 从此不再杀生 林大人 真是好福气 我林天宝什么人 哪呢 你是什么人 赶在我们大人府地 来人 林大人 来人 慢点 你们先退下 你也退下 坐下说话 你是何德鸟 我要雁明镇身 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 一堆糞土 果然是德鸟 我听说你死了呀 怎么会 说来火长 慢慢说 自从赵完之后 我以为当场官是能归着好日子 谁知道又住了土匪的埋伏 我又不敢回朝廷 现在又轮为土匪 我也在想在哪儿做土匪都一样的吧 对呀 我就又回到这儿了 这儿我熟啊 后来呢 后来 照完之后 我就中了埋伏 不 我说后来呢 我又中了埋伏了 我说后来 后来 我就回到这儿来了 这我都知道了 再后来呢 说点别人的事 纳兰终于又回到了皇上的身边 皇上封得为一等侍卫 那风度一定不低啊 然后呢 然后 这一等侍卫好像是最高的 就知道 然后呢 反正比二等高 背什么话 不说纳兰了 还有别的吗 就是 是这样的男人 这谢霍 歼灭叛肥 今日就要回到京城了 你到我这儿来 不单单就为了告诉我这些事儿吧 我们的生活最爱说笑话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每天快乐的唱歌 心动的祈祷 不做懒惰之娃 不做金帝之娃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娃 要做勇敢之娃 唱歌出发 情话最伟大 有天遇到我的小天鹅 千人陪下我是来蛤蟆 青蛙一顶一种变蜂子 和它一起来跳 恰恰恰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呱 喜欢快乐的生活 最爱说笑话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每天快乐的唱歌 心动的祈祷 不做懒惰之娃 不做金帝之娃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娃 要做勇敢之娃 唱歌出发 情话最伟大 有天遇到我的小天鹅 千人陛下我是来蛤蟆 青蛙一顶一顶 能变蜂子 大家一起来跳 恰恰恰 不做懒惰之娃 不做金帝之娃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娃 要做勇敢之娃 唱歌出发 青蛙最伟大